空中惊魂事件 长榮航空在今天有一架从东京 雨田机场飞回松山机场的航班 有孕妇直接在机上生产 幸好当时机上有四名医师 其中一名是网红中古小姐的先生 经她转述 当时原本还讨论是不是要紧急地降落在福岗机场 但是最后来不及了 只能够在机上生产 而长榮航空也紧急通报松山机场 取得了优先降落权 并且安排救护车待命立刻送往医院 所幸母子菌安 假期结束旅客搭飞机返回台湾 却发生一名孕妇等不及降落在飞机直接生产 好在当时机上有医护人员 其中一名接生医师 是网红中古小姐的老公 她也转述当下情况 当时是搭乘长榮BR189 从东京雨田飞往台北松山机场 起飞后还未到用飞机餐的时间 就听到广播在找医护人员 因为有名孕妇孩子快生出来了 除了网红中古小姐的劳工 本身是麻醉内科医师 全机共有四名医师跳出来帮忙 当时还跟机组员讨论 可能要迫降福岡机场 但真的来不及了 只能合力帮孕妇分娩 对此长榮航空发声明表示 有紧急通报松山机场 取得优先降落权 并安排这户车待命 航机在13点11分降落松山机场后 立即派员陪同母子送往医院 苏信最后母子军安 只是看看航空公司的搭机规定 不管单胞胎库多胞胎 只要怀孕超过28周 就需要试航证明 要是更接近临盆的时间 根本无法搭机 怎么会发生如此状况 前空姐也点出关键 台湾人的孕妇 其实肚子都比较小 所以依旧穿着比较宽松的话 有一些孕妇 甚至有可能会冒险 觉得自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上飞机 还好街上遇到有医生可以协助 但孕妇搭机 就算有试航证明 人可能面临各种突发状况 为了抱抱安全 要搭机 还是要尽量多想想 这杨宗燕于林宇台北报道